白木大是在地球上非常诡异的神秘地带,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想到在这其中有着很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出现,就拿曾经在这发生的那么多关于飞机船只失踪的案件来说,就是有着全面让科学家无法解释的现象。 所以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在对白木大有着全面的探索,甚至还有人提出在这白木大的海底有着宇宙黑洞的存在,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科学家目前做出的解释就是,在白木大的这个三角市域下,很有可能就是跟外星人有关,而这个话题倒就是地球上经久不衰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宇宙中有着很多关于外星人的神秘现象,之前就是在地球上还有着很多不同现象的宫殿猜测,那么到了如今的这个阶段,既外星人跟白木大就是有着某种关联,而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之前,还是有着很多的可能性出现。 按照开始记载,在白木大这里出现那么的船只失踪,那就是在地球上出现的离奇现象,之前就有专家指出,白木大这里还有很多不能够用科学解释,要是这样的猜测成立的话,那么在白木大这里,就是被高级文明在这里掌控,之前在这失踪的那么多船只中,很有可能就是被卷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时空。 这是网民等级差距引发的时空错乱,也就是说人类目前处在的就是三维时空,但是在这背后还是有着很多不能够去阐述清楚的维度结构,一旦在被外星人的科技建制打压下,完全就是没有更多可能性的研究。 所以到了目前来说,还是有着很多关于地球上,白木大这里的全面猜测,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跟外星人的研究有关,还是处于科学家的猜测之中。 而这些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此时都有可能在未来去揭开其中的诡异现象,只不过在目前来说,还是有着很多的未知不确定性,而白木大这里还是被诡异的传说所包围。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